這個當然會有效果 它基本上是一種 間接投資系統的交易 有一種交易 類似股票或者什麼東西 那可以直接從香港把資金引導進去 以前的護港通有不一樣嗎 類似的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種線上交易的系統 我覺得這個慢慢開拓 因為不可能光靠一條線 像美國不是光靠一條線 在做這種線上的運作 也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多多少少會吸引海外的資金 但同樣的就是說 你未來的中國大陸流到海外 去投資的資金也不少 它要 有進就會有出 對 雙向流通 因為投資本身就會有雙向現象 跟貿易一樣 比如說有些投資的資金 它有負責管理的人 他只懂這個行業 你不可能叫他投資到不懂的行業 那他懂的行業 他可能因為跨國的關係 因為同一個產業 比如說我今天 我是在中國大陸投資種玉米的 我可能跑到巴西投資種玉米 但是我也可能從巴西別人那裡買玉米 所以這個都是雙向的 所以投資本身跟貿易一樣 經常會互相流動 比如說美國很多的 這種所謂風險投資公司 他別人不會 他比如說 我是專門投資杯子 你專門投資杯蓋的 真的有這種情形 就是一個零組件 我只專門投資一部分而言 其他部分我不管 那我就看看 德國生產這個 歐洲生產 美國生產 中國生產 那現在我覺得哪邊成本低 我在那邊擴大生產 那我就投資那邊 所以這個會有互相流動 你有順差逆差概念 他自己只會有利潤概念 不太會有順差 順差逆差是政府要去上老件 政府在看我的資金是外流 還是有外資金來投資嗎 那有的時候還鼓勵外流 有時候鼓勵內流都可能 那這個 所以維持著雙向投資的管道的暢通 是每一個政府要建立的渠道 你不能說 只出去管道有 進來管道沒有 或者進來管道有 出去管道沒有 這個政府要去注意這種現象 這是一個開放的概念 開放的概念 是屬於整個Open Economy的一種做法 所以代表中國經濟的走向政策方向 還是希望能夠盡量的開放 那當然 好 來看這個 所以這個大概是跟這個會有關係吧 就是說 跟中國債券的投資會有關係 我開放了這個北向通之後 中國的債券就會有更多的外資 可以來投資 這裡的中國債券 有包括民間的 公司債 中國的政府 赤字幾乎沒有 所以它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中央政府的債券 很少 這不是國債 國債大部分中國銀行都吃光了 就不夠用 它沒有什麼赤字 它怎麼有國債呢 國債量都很少 就短期的周轉用的 比如說可能這個第一季 收入少 因為還沒報稅 所以我發行的債券來彌補 然後短期的 那到了第二季報稅的時候 錢就進來了 會有這種政府自己的資金的一個季節一個季節的不同 會發行短期的債券會有的 但中國大陸長期債券很少啦 那有的話大部分也都被政府的銀行給吃掉了 因為它要做準備金嘛 所以它有這個東西 那外國人買的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央器的債券 我要提一下清華紫光啊 有的要買有的不要買 對 那比如說中國石油啊 企業界一定會發行很多的債券嘛 那你可以看到2022年以後都屬於減少了一個狀況嘛 不管你什麼月環比也好 環比就是比上跟上個月比嘛 那為什麼減持中國的這些債券 第一個原因就是減持中國債券 尤其是民間企業債券 從2021年以後就開始有這種現象 為什麼有這種現象 因為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房地產的債券 房地產的狀況不好他們都減持開始了 那再加上有一些像清華紫光啊 啊這央器出問題 我會懸念它 還有半導體啊等等 所以他們當然減持嘛 就不相信了 就覺得可能像清華紫光這樣 對 所以我一直跟中國大陸的人呼籲 只要你是央器的 要咬緊牙關 不准倒帳 不可以像瑞士信貸 絕對不可以 為什麼 中國真的往上走 所以你要建議一個國際信用 你不要習近平啊 王毅啊 那秦剛啊 還有韓正啊 風塵仆仆 就跟大家講我中國是 很講誠信的 就你的企業不講誠信 而且央器 民間企業比較沒話講的 那你央器不講誠信 就等於你政府不講誠信 發行的債券到時候 經營不好的時候就賴帳對不對 那不好 那不好 等到人家清算 那就很難看了嘛 對 人家即使說拿回八成 拿回五成 一定記著中國債券你又不要買 那你何必這樣子呢 所以你覺得這個債券減持 跟這個房地產的那個事件有關 然後呢這個清華紫光陣類 大型的央器 這個信用出問題都有關係 都有關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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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